这关什么东西,怎么看起来像大鹏菇,但是要比大鹏菇更黄一些呢?先看看吧,诶什么情况,巨人怎么闪现呢?诶,这玩意它不是大鹏菇,它是大西菇吧?这东西确定是来助我开局,而不是助我吃席的?这关有三个巨人和一个江王博士,没事,我看了一下,这玩意还是有伤害的,所以咱们先不要打巨人,先打江王博士,咱们每一条路都有一个,打个普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吧? 诶,可以,这钓路的植物可以啊,兄弟们,全是隐藏植物,有没有人数一下,它打死一个普江,气了多少事?起飞豆和红钻石,红钻石是可以烧僵尸的,诶,这玩意居然还可以烧战者的江王博士,不过这玩意八千八啊,我已经欠大夫八千八百阳光了,这一关你们有没有发现,全是钓路的隐藏植物诶 这个爆炸雪人头可以炸一下,这黑状没什么用嘛,没伤害感觉没啥呀,大鹏菇,反应菇都没用 啊,我的僵尸瓜,不这玩意到底是来做我的还是坑我的呀? 啊,他们以前藏起来了,现在全都出来坑我了是吧?他还能把僵尸从植物身上吸过去?我去,这一招明泽宝生太牛了,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植物,把僵尸往家里面送的,不想这玩意咱们拿到好植物之后一定要把它铲掉 黑蒜,这个黑蒜是个什么东西?哎,怎么把僵尸也变透明了,而且还回去了,哎,他又回来了,糟糕糟糟糕,四路的僵尸要进家了,咱们的反向双发被僵尔博士给挡住了 还好,寒冰羊桃来得及时啊,不过一路的火球,咱们唯一的一朵大老花就没了呀,就没点正常的植物嘛,感觉这些隐藏植物就是来坑我的 哎,一个宝镜球还打不死,别吸了,别他妈吸了,糟了,现在开始放铁栋僵尸了,咱们这叔叔怎么可能打得过铁栋僵尸呢? 隐藏植物的持续输出能力也太不行了吧 我感觉这些隐藏植物是联合起来坑我,这挡得住个屁啊,能打死吗?哎呀,巷子快回来了,那没戏了 隐藏植物的功能性虽然很多,但是持续输出能力也太差了吧,还得咱们普通植物啊,但是,哎 这普香怎么没掉卡片啊,不是这一关,还有概率不掉卡片吗? 山路总得掉一个吧,我去,贪欲之河,这谁敢点啊?坑,太坑了,这些隐藏植物太坑了,兄弟们 还得咱们普通植物啊,但这一关想拿到普通植物的话,好像只能魔方者变对吧 哦,还有大老花,另外呢,还有头脑风暴,但头脑风暴呢,需要阳光 糟了,糟了,咱们五路这个窝瓜又被掏入了,爷爷的奶奶的爷爷,这罐打起来怎么就这么气人啊 糟了,二路,二路这个也不是什么好东西,赶紧产掉,这不糟了吗,江王博士还下来啊 就看五路的僵尸能不能给好植物了 哎,还可以,救了一命,哎,哎,僵尸瓜,可以啊,咱们做掉之后,拿到一个僵尸卡片,可以啊,放到山路当打工仔 可以,这把咱们居然坚持了这么久,而且还拿到了两个弯豆大炮 但是江王博士这血量还有42,000的血压,总共6万,咱们才打了不到2万嘛 我从来没有打过这么难打的江王博士,还放小偷,他应该偷步着弯豆大炮 哎,什么情况呀,他怎么偷走了两个弯豆大炮啊,这次把我撕成两半了嘛 好歹咱们弯豆炮也是和玉米炮一个等级的呀 糟了,这个二路来橄榄球江山,咱们完全挡不住了 哇,这到底是哪个大聪明社就是这一关啊 这能打过,我已经连续打三个小时了,还是没过关 算了,算了,今天就先到这里吧